你去吧 轩哥 等一下 忙 忙着呢 晚安 vienen 好好 鲍鱼 回 dele 蝉 小朋友 你没睡着啊 是你把我吵醒了 轩哥 等一下 忙 忙着呢 看过了吗 不是 那继续忙吧 我 我现在走了 就没觉得这样很幸福 几点了 我刚刚来的时候 都是一天了 不是 程阳怎么能 拉着你一起加班 交到正版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我可从来不强迫我的员工加班啊 是 你是不强迫 可公司老板都在这里随时备债 那你说员工敢走吗 所以怎么忘了这段时间啊 我也想给设计部算个大本 真的吗 我从来不轻易许多 那我就替所有设计部的职员 谢谢你了 又如果休假的话 你想去哪儿玩 想去的地方很多 例如呢 你也想去哪儿玩 你也想去哪儿玩 我刘工婚的 我刘工婚的 你哟了 你就是想去哪儿 你怎么想去哪儿 我该这样的事情 我该也想去哪儿 这个是怎么想去哪儿 你这是一个 可以睡有蟑螂的污渍吗 不可以 那你可以喝不过滤的水吗 不可以 那你可以三天不洗澡吗 当然不可以 所以咯 怎么一起旅行 还是我自己去吧 干吗 你是不是在耍我 嗯 可说 没有 可说呀 到底想去哪儿旅行 我真的想去的地方很多 可是 也是真的没有想好 既然你现在想不好 那我就先带你去一个 好玩的地方旅行啊 走 啊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明远时尚这次幻彩云烟大秀的关注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夏总监 我们这边可以拍几张照片吗 好 可以 好 好 好 辛苦了 夏总监 谢谢 真的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来这个地方接受采访 因为我们一会儿还有另一个采访 所以 啊 没关系 可以理解 感谢您的理解 也非常感谢您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回去一定好好写稿子 辛苦你了 夏总监 您真是太客气了 那我们就秀场见 好 到时候见 就跟您nsарт的事 菲营 颜序 真的是你啊 好久没见 真是好久没见了 真是好久没见了 你可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呢 你也不忏嘛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嗯 你等我一下啊 你也是来见记者的 嗯 这本来啊约来采访 这不刚刚赶了时间了吗 那你放了采访的鸽子啊 那就让鸽子自由一会呗 咱们俩这么久没见了 还不得坐下来好好聊聊啊 还真是啊好久没见了你变了啊 变了 幽默了 其实啊我一直都挺幽默的 毕竟咱东北的天生自带幽默系统 你说是吧 上学那会儿 对你是很紧张 就幽默不起来了 紧张什么呀我长得有那么吓人吗 你不知道在上学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你啊 你真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也不奇怪 那时候 顶多算是我自己的暗恋 那你应该早点说呀 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准咱们俩还有发展呢 哎呀 你要这么说我可后悔了 哎 你结婚了吗 有对象吗 不算有吧 很好 好什么呀 哦 我说这天很好 今天出门的时候啊 我就说 这太阳怎么这么灿烂 哦 闹了半天 今天这是要见到你啊 你不仅幽默了 还变得油嘴滑舌的 哪有 这次回国打算做什么呢 我是受邀来上海办个画展 真的啊 嗯 那恭喜啊 我可是很期待你再到来啊 嗯 行 到时候我去看看 我很期待你的评价 这上学的时候你可是有名的读到 有读的读哦 那你还敢听啊 嗨 良药苦口啊 那什么时候走呢 嗯 本来呢 是画展结束吧 不过 现在有点变化 不厉害 一会儿 她们吃着 大厚 用到 ien 就是 噢 直到 很快 好